昨日16日香港遭遇台风山竹直面影响,导致香港各地区出现交通受阻及树木倒下,给香港多个地区造成重创,历史文物也难逃浩劫,其中位于香港中环的兜爹立街的百年花岗石石阶严重受损,时间两端,本港仅存唯一仍提供街道照明的煤气路灯,也不敌强风而阵亡, 其中三盏气灯被毁烂,还有一盏灯灯照破损但屹立不倒,兜爹立街石阶早在19世纪末已经存在,至今有最少百多年历史,石阶两端共有四盏煤气路灯,自1967年起已成为本港仅存,仍然提供街道照明服务的煤气路灯,过往有不少港剧港片和音乐影片曾在此取台拍摄, 近日的TVB热播剧,在创世纪都有在这取景,该地也被誉为是TVB剧情侣吵架分手的著名场景,不少网民得惜消息都感到非常可惜,也希望当局能尽快修复,将建筑物恢复原貌, 而位于12的周星驰电影《喜剧之王》重要拍摄场地,也遭到台风严重破坏,虽然熟悉的大树依旧屹立不倒,但被面向海的浅蓝色墙和背后的石梯已全部消失,一下的只是一变瓦砾,山竹也破坏了12峰翻会酒吧,这个同样是港片,港剧的热门取景点, 但现在有一半已被山竹摧毁,只剩下半铜波浪墙,这也是喜剧之王重要场景,门墙倒了好在树还在,喜欢港片港剧的朋友看到这情景难免觉得可惜,让人感觉伤心,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满满的港剧回忆, 那么作为香港最大的电视台,TVB这次有没阴台风山竹受影响呢?实情是TVB电视城抗风力惊人,尤其放在保安亭楼上的TV Booty,理应是最时风,但今天所见TV Booty丝毫无损,屹立不倒,不过古装街民初街虽然有电视大楼做屏障,但因山竹威力惊人,民初街的招牌,电话亭都被吹到电, 但附近的树都被吹倒,不少电视城工作人员都在忙于做抢修工作,不过以电视城那么大的面积,这样的破损程度其实也是算比较小的,喜欢TVB的朋友可趁好天气与小伙伴结伴去TVB看看,不过由于不对外开放,需要参观正才能进去参观,所以大家只能在大门口拍个照留念了。